第1131章狩猎孤岛巨金 古老的天神山脉 单单外围区域已经极致壮阔了 中部区域显向还生 杂乱无章的玉场脉络覆盖各地 当然最为凶险的还是深处区域 需要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才有希望闯进去 毕竟这里荡漾的新海风暴 比刚才军天横度的区域还要险恶 大能强闯 那就是痴人说梦 当年到闲在这里探索了很长时间 对于深处只能忘心而探 无力争渡 当年 秦玲瓏夫妇就是在特定的时间 闯入了山脉深处 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某一地 简而易见 深处那片世界互不相同 鬼知道距离范围 天神山脉的中部区域 庞大无边 许多世界飘散着迷雾难以望穿 有些区域特殊与非凡 缭绕着灿暗光雨 看规模大概滋生了什么天才地宝 今天已经深入这片特殊区 期间 以化道比探索玉场脉络走向 更可以短暂激活 壮弱宇宙级的土壤 厚重无比 令人窒息 今天断定这里滋润了造化物质 不过以化道比锁定的源头区域 则是空掉了 显然被采摘带走 不过这片世界 属于绝佳的隐藏地点 能量精华也较为旺盛 君天一脸深沉 神圣天使岂能善罢甘休 深空巨头意识在观测天神山脉 现在唯有折服在这里等待时机 否则冲出去就是死路一条 这里固然好 但是很难隐藏太长时间 君天忧虑 总有暴露的危险 这一次封神殿针对它的布局 不仅打断了对未来的规划 更是置身在险境 处境堪忧 但她昔日决定好的事 无论成败 胜负 她不会后悔 哼 这时间 一连惊魂未定的帝女 取出残破的道工 此物以当时最珍贵的 源初石皮锻造而成 更是历经数千万年 确切地说 曾经的帝女 是从源初石皮包裹住的宇宙胎石内 走出来的 宇宙胎石 是滋润它的母胎 汲取日月精华 宇宙本源 组物质 等等一系列的造化材破壳 纵然残破了 但是功效逆天 源初石皮更是包裹它的魔胎 可以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 与厚重的大地完美结合 哈哈哈哈 师妹好手段 君天寻试着与道府融合的疆土 以玉城角度分析 发现完整无缺 更和地脉知气接轨 能聚纳大地物质开辟内道府 刷 君天和地女深入土壤 立身在地脉核心 与世隔绝 站在这里 君天可以观测到外界的风吹草动 一切变化 他敏锐的神觉可以感知到 神圣天使目前徘徊在远方大地 这狗皮高要 不过目前养伤要紧 盘坐在安全区 君天都陡然间身心疲惫 原神衰败 大脑昏沉 险些睡着 地女的情况比她还要糟糕 燃烧本源演绎化地为牢 与撒斗成冰 让她不堪负重 她惋惜的是 到宫内世界的半生物耗尽了 否则想要恢复太简单 师妹 该吃药了 君天从牛魔王开垦的药原子 挖出一堆宝药 以一株准神药最为醒目 神性物质浓烈 让君天体内衰败的生命精血蠢蠢欲动 这是什么破东西 地女随意看了看 鲜眼闪出些许嫌弃 接着衣袖内飘出一颗洁白如雪的丹丸 看似糖豆 缭绕鲜物 这是什么宝丹 君天愣在原地 准神药都是破东西了 将反他取出的丹丸 有着特殊的大道仙韵 仙尘不染 像是仙界丹丸在虚空溜溜转动 蔓延出类似于成仙根基的仙物 煎药提取出的物质 炼制出的仙药豆 地女很随意将这一颗扔给君天 煎药物质 君天吃了一斤 这何止是大手笔 曾经他在心坟遥望到 在天边一闪而逝的仙药 当时老仙还情绪激动地追逐 纵然君天曾经念化过养魂金莲 但是顶级神药他没有拥有过 更何况是仙药 师妹 我伤势惨重 快给我来个十颗二十颗 君天讨药 把你的十笔借给我晚几天 我身上的仙药豆 咱们评分如何 地女眨了眨眼睛 虚弱的他依旧亮丽无双 君天总觉得 是肉包子打狗药不回来了 不过想到他不懂玉场之道 便是很大气的僵尸笔递给他 地女眯着大眼睛 笑颜浮现 对于刚才画到笔勾动玉场的过程一清二楚 他如过至宝般认真观测 仙药豆 君天提醒 没了呀 地女衣袖内飞出一颗仙药豆 飞速塞入嘴里 取决的同时 含糊不轻道 就剩下两颗了 我缴碎的你要不要 君天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脸都顿时变成黑锅底 地女瘫了瘫玉手 信实淡淡起誓 真的仅剩下两颗了 有你求我的时候 君天拿地女眉招 她迅速吞掉仙药豆 顿感宇宙大爆炸 汹涌的药力在体内翻腾而出 包裹住了四肢百骸 随着药力翻腾 直冲天灵带 险些将君天给震晕 轰 动静一时间有些大 君天的肉身自主焚烧起来 感受到了恐怖的生命源泉 扑捉到了巨大的仙药规则残片 恍惚间 她看到一株仙药 在精神时海内幻面不定 蔓延出至高无上的仙道法则 蕴含着起死回生的无上选奥 这丹药 君天物邓口呆 不同于九转仙丹的助击丹药 毕竟仅仅是助击丹药 至于仙药物质蕴含的秩序规则 充满化腐朽为神奇的伟丽 劈里啪啦 君天体内生命精血起伏 伤势迅速愈合 连同原神极致璀璨 语化登仙篇章呈现在精神时海 她从而感受到了更高的玄奥 似乎贯通宇宙星海 登陆仙界 作而论道 君天瞳孔大征 语化篇章源自于仙界 说明仙药更适合语化篇章的奥义 惋惜的是 仙药豆的药力精华较为有限 不过经历这等滋润 轮回仙体与原神显得更加的饱满旺盛 这恢复速度未免太快了 君天还想去回味 体会仙药残存的道德 惋惜状态散去了 不过君天可以感知到 仙药豆亏损的药力较为严重 否则一颗完整的仙药豆 价值当真无与伦比 如果能把新坟的仙药挖出来 君天眼底冒火 清坟 仙药 地女清车熟路恢复 正在捣鼓话道笔 听到君天的话语顿时来了精神 别说是一株完整的仙药 纵然是部分根筋 叶子 物质 都可以让它恢复到大能层次 接着向着始祖道路展开进化 否则按部就般修行 以它立身的高度 唯有数十年很难立身在巅峰 至于始祖道路是更为漫长的 资源 环境 它都没有 故而很慢 否则的话 道贤和混沌黄枣就破关了 何至于停滞到现在还没有门路 以前曾经见过一次 后来就没有出现过了 君天皱眉 煎药 疑似扎根在仙界 在跌落凡尘的过程 在遥远的天边一闪而逝 想要抓扑异常艰难 帝女也不得不考虑现实问题 相传纵人纵横大宇宙的强者 零有机缘也极难将仙药抓扑到手 情了 现在该聊一聊正事了 帝女表情严肃 仅有18岁月历的她 对于曾经的一切就这样落幕了 有些沉默 今天心情压抑 旧时代还在 未曾落幕 但是人类的辉煌文明终结了 这些敌人都还活着 上一次若非开启祖庭老神棍 发现了问题 或许敌人已经无声无息来临 到了那一日局面更为残忍 七年 从祖庭献祭 入侵者来临 帝先知主他们被迫远走 仅仅是较为短暂的时间内发生的 纵然时隔五六年 军天依旧叹息 忧虑老仙他们的安危 不清楚有没有顺利离开破灭海 不知道期间遭遇了什么样的艰辛 我心绪难平 好想过去和他们一块去战斗 去拼搏 军天的胸膛猛烈起伏 瞳孔折射出无穷的战斗火光 满腔的热血在澎湃 归红的旧宇宙格局 足以让弱小者窒息 妄议打破格局 痴人说梦 然而身为弟子 从北极大地走出来的狠人 军天有着一颗永不熄灭的强者之心 勇于去挑战各类难关 未来 他终将赶赴战场 军天的思绪不禁 回归到了北极大地 看到了曾经为了生活 归铲凿兵改变生活现状的自己 他的拳头疏得紧握 胸膛腾起无穷的豪迈情绪 我想去见一见祖庭 帝女偏头望向远方 眼眸泛红 想到了曾经 祖庭对他极为看重 经常严厉督促他修行 限制他出门游玩 当时帝女时常使小性子 暗地里编排祖庭的不是 但是现在想要去珍惜 已经没有了 他更无法想象 曾经照亮大宇宙的至高祖庭 为何会残破 祖庭还没有恢复 无法建立隧道 军天伤感 接着说道 师妹 时代已经变了 族群伤残 我们活在漂流在破灭海的孤岛上 更加应该振作起来 未来才能冲出孤岛 踏向旧宇宙 帝女站起来 点头 抓住那头天使 她肯定了解内幕 帝女想到了什么 柔软的乌发飘舞 杀取雪白 无声而又静默凝望着 徘徊在远方的燃雪天使 她不担心被发现 这一层原出石皮混淆天机 完全与世隔绝 远在深空尽头 这片哭泣与破败的大世界 浪涛声滚滚 与以往不同的是 低沉与沉闷的话语在这里回荡 源自于常年沉睡在这里的巨头 睁开一双双恐怖的眼睛 像是恶鬼爬出了坟墓 在昏沉的世界 投射出一片接着一片巨大的阴影 天神搏杀传奇 生命起源路的传人凿开地子路了吗 然而她借助了天地之力 无法分析出完整状态 神秘女子 显照出旧宇宙核心投影 苍茫浩大 神秘与古老 比生命起源路的传人要强硬 是古老的冬年者吗 是旧时代人类族群培养的弟子吗 神帝立身在这片世界 听到这些古语 她的眼底回荡出地女横空的景象 神帝的强硬不言而喻 远古年间为第一强者 信联和老仙他们对立纵然没有出手 不过蔓延出的波动时刻震动这片枯寂的世界 她发出一场残冷的话语 立刻搭建禁忌祭坛 与族群建立信息联络通道 传输内容 行动代号 狩猎孤岛巨金 巨金 指的就是帝女了 她值得付出无尽的代价去完整捕获 相反军天 在神帝的目光中退居二线 帝女 成了她的头号目标 神秘的起源者 疑似一位帝女 倘若能和我族的弟子结合 最强母胎断然可以孕育出全新一代 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那些古坟 深坑 有着沉眠的生物在觉醒 腐烂战衣贴着枯瘦的身躯 像是昏尘在地狱中的恶鬼爬出来 带着戚风雪雨 情绪是较为热烈的 第1132章禁忌祭台 目前 起源界的大战风暴是短暂平静 但是天道秩序法则猛烈轰鸣 风神殿区域已经形成了一望无际的天道红涛 无上至宝都不敢接近了 这里沦为了生命禁区 偶尔翻腾起来的波涛 震动升空 疑似在警示天下 那是 世人心颤的事 捆先生果真登上了黑名单 一层接着一层天道秩序 撞落大道潮汐 驱动着风神榜 显照出万界秩序法则 硬生生将临近天神山脉的捆先生给震飞了 他接连违规 触弄了起源界的天道意志 这等震慑力太强硬 预示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捆先生都不能出现在起源界 风神榜绽放亿万丈金色神芒 横击四海 俯冲各地 持续震慑众生 退到深空的捆先生表示无奈 终究不是主杀伐的至宝 和风神榜硬碰硬吃亏的也是他 和万界底蕴对轰 一旦全面激怒了天道法则 捆先生漫长岁月的积累 都要因此枯竭 失去过往的地位 这些大老级的至宝自然有分寸 纵然可以磨灭天道秩序 但是真正和万界血拼 注定要吃大亏 人皇以天神级镇杀传奇 实在是匪夷所思 还是一位神秘女子 将须真大能打的狗血喷头 手段之高深 不可测 疑似古老的冬眠者 目前他们冲向了天神山脉 不知踪影 反倒是背负七十二根羽翼的生灵究竟是什么 目前是未知的 疑似与风神殿有关 这场大风暴来得很突然 不过局面很明朗 风神殿控制了龙云 刻意针对人皇 他们就不怕未来遭遇灭顶之灾 满世界热议 这场风暴让深空与起源界都在动荡 清河仙体他们叹息 已经落伍了 帮不上什么忙 显然在不进步时代潮流就要将他们抛弃 现在 深空的方矛头转移 天神山脉轮为了聚焦点 各类古老眸光观测山脉世界 尝试挖出人皇 被堵在了天神山脉 自然重大利好 等待十年期限结束 元神契约紧跟着散去 这里多半要爆发恐怖神战 当然 深空许多势力并不清楚 神帝大动作不断 已经定下了行动代号 欲要狩猎遗留在孤岛的帝女 帝女无恙 元神灯如常 她掌握元出石皮 可以更好的折服在天神山脉 宇宙母舰从深空消失了 这座漆黑如墨的钢铁怪物 时而剑射出毁天灭地的神光 更有造化轰炉作证 听到她的话语 龙玄天他们都松了口气 将消息通过母舰 与牛魔王他们取得了联系 可以撤退了 牛不意外 帝女有帝女的底蕴 她现在并不担心族群 两位弟子的安危 忧虑的是神圣天使 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帝女还没有恢复到大能 目前来看 神帝背后的世界 神圣天使背后的底蕴 皆是未知的 牛魔王的心情沉重 没想到这一次行动 是神圣天使在幕后主导 顿起她的前身 就是新年隐藏在东神州的江宁雪 意图通过庄主接近祖庭 反倒是 现在局面更为明朗了 神帝与神圣天使才是 隐藏在幕后的巨凶 疑似有不可测的底蕴 需要深挖 目前来说 因为接触到旧宇宙 这座孤岛的格局不太高 然而神帝与神圣天使 都和新年族群的崩塌牵扯上关系 接下来一段时日 牛魔王忧虑他们 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 可以和外界取得联系 希望他们可以快点崛起 至高权柄必须要握在手中 如此才能更好成长 解决他们也好 渡海远走也罢 需要时间 牛魔王诡异地消失在深空 天神山脉则是动荡不堪 深空古老的存在观望 扫视 展开大范围的搜捕 抓扑神圣天使 均天眼底冷光四射 她的前身 到底是什么时候 折服在东神州的 这是未知的 帝女对于新年的记忆 都是较为模糊的 仅有大体感应 说明她没有参与过最终的大战 不过既然和新年族群 破灭牵扯上关系 最终的源头就是她背后的势力吗 堕落天使早就覆灭了 神圣天使貌似源自于新年的仙界 还是这位就是堕落天使的残部 进化到神圣天使了 增覆灭的族群 卷土归来 就是打破旧宇宙格局最终的黑手吗 旧宇宙的格局 与起源界的格局是类似的 在这里掌握万界权柄 而在旧宇宙掌握宇宙权柄 谁不想成为大宇宙的主宰 今天在心里私父 祖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监管印记 神圣天使 都是为了残破的祖庭而来 帝女表示 曾经的祖庭极致伟案 召开祭祀圣典 至高无上的祖庭可以照亮大宇宙核心 辐射出的光芒可以抵达宇宙边荒 万事共尊 在她的认知中 想要击沉祖庭 一大片禁忌物件都不行 而曾经以人类族群的辉煌 各路巅峰族群连起手来 也竟然短期击沉祖庭 如此来看 破面还比旧宇宙还要恐怖 否则祖庭不会隐藏到现在 这座孤岛也早就被挖出来了 君天神目如殿 道师妹 我们做这些推测毫无意义 历史的真相也绝非我们可以意测的 弱者没有资格谈论这些 前阶段是你恢复到大能 我立身在传奇去争霸至高大位 君天说出了对未来的规划 唯有传奇才有资格争霸万界权柄 大能可以理解为违规及生灵 无法参与至高大战 我唯独在旧宇宙才能更好的成长 因为宇宙本源与我亲近 帝女出言以这片世界的环境面貌 较为贫瘠了 而且我体内还有冷物质需要排泄 短期很难 甚至我重新登临大能境界 必须启用祖庭为我显照旧宇宙核心环境 才能以最强的姿态破关 今天有些沉默 祖庭献祭前固然留给她了法则 但绝非最强的环境显照 祖庭未来想要重新燃烧新的火光 需要很多年故而万界权柄对她至关重要 天神山脉的核心区域 或许可以满足我们 接下来看一看能不能横步道理念 话说到这里 君天想到了什么 怪异问道 师妹 你刚才说的阴阳共济 日月双轮 莫非是某种双修之法 我双修 帝女沉思 现在需要尽快提升 远在深空尽头 枯寂的宇宙世界 各类禁忌光芒在辐射 不是什么禁忌物件觉醒 则是以伟大的禁忌材料 锻造成型的禁忌忌台 这等无上的忌台 纵然间隔遥不可及的路程 也可以借助两座禁忌忌台间的关联 从而建立联络通道 当然禁忌忌台是分开的 上百零件进行组合 一旦完工浩荡出恐怖的禁忌道则 纵然不存在沙发 但是明明中流躺出无边的韦力 向着旧宇宙辐射 祭台宏伟 壮阔 巨大 日月大星漂浮在周边 渺小犹如一片尘埃 很难想象花费了多大代价锻造成型的 启用禁忌祭台 所需的代价无穷之惊人 沉睡在这片世界的巨头相继转醒 都喷出了醉裂的心头血 胶筑祭台 祭园无马 神帝庄严肃木 跪拜在禁忌擂台前 宋读古语 前程膜拜 时刻可以感应到禁忌祭台的伟大 像是不见底的宇宙 洪荒级的宇宙母舰 空偶 祭祀过程中 电闪雷鸣 神哭鬼气 像是来到了宇宙末日 禁忌祭台内部焚烧起来 像是无穷太阳炸开了 内部呈现出一枚漆黑法眼 观测宇宙洪荒 探索破灭海 恐怖绝伦 法眼睁开 是那么的冷酷无情 投射出的眸光让宇宙规则发抖 呜呜 这片枯寂的大宇宙 疑似宇宙洪涛在泄洪 推射出的禁忌光芒愈发的磅驳了 更像是无穷的眸光在散发 这里 若非有违规及至宝高悬 封锁祭台散发出的光芒 那么整座深空与起源界都要全面轰动 空偶激活祭台的过程震撼人心 漫天大星犹如光雨 沦为了祭品 没入了祭台之内 刺激的法眼更为赤胜了 以禁忌祭台的可怕层次 为何不能和族群第一时间取得联系 定位地点 否则早就解决了这片世界的问题 神帝话语冷漠 他曾经了解过禁忌祭台内部镶嵌的法眼 仿造的是极为神秘与逆天之物 但就这样都不行 当然神帝不清楚的是 祖庭最强的撤退方案 是西年帝先知主联合族群高层布置出来的 甚至禁忌祭台散发的光辉 想要成为无上灯塔照亮破灭海 谈何容易 当然即便是如此 禁忌祭台能和族群开辟信息通道 从而汇报这片孤岛的事情进展 更好的实施方案 神帝坚信 帝女的出现 神秘与未知 疑似人类族群的帝女 他定制的行动方案 断然能让族群点头 即便他不是人类族群的帝女 任何族群的帝女 遗落危险禁区 都值得巅峰族群花费任何代价去捕获 最强潜质与最强潜质结合 犹如双重弟子路进行碰撞 或许真的可以诞生极致另类于可怕的新一代 对于弟子潜质的挖掘 探索 神族从未懈怠过 空偶 禁忌祭台时刻喷发出无量的眸光 化作庞大的续号在破面海漂流 飞跃 要回归宇宙的核心区域 以前 神帝激活过祭台 进行过这等联络 清楚三日内就有消息反馈 但是五天五夜过去了 禁忌祭台没有接收到任何讯号 目前他们的亏损巨大 有些无力支撑祭台运行了 神帝念孔英臣 与醒来的巨头对话 得出一个结论 或许因为前段时间破灭海的大战 从而导致浪涛声未曾彻底平息 传递出的信号被阻截了吗 也或许是讯号辐射的过程 那片茫茫海域正在爆发大战 从而促使海域动荡 覆灭了这些讯号 神帝心情恶劣了 付出如此沉痛代价 就这样失败收场 至于横渡破灭海 记录坐标 回归族群 定位东神州 这是在痴心妄想 因为破灭海的位置时常变动 没有足够的生存经验 谁敢这么做 看 有信号在反馈 成功取得了联系 第一间133张诸事道 宏伟壮阔的禁忌机台 散发的光芒隐约暗沉了些 原本神帝他们准备放弃 过些年再启用 结果现在有讯号反馈 在机台内闪烁 但是断断续续的 怎么会不完整 反馈的讯号遭遇了阻截 还是期间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不正常 我们和上头无法联系了 盘坐在深坑内的巨头 发出残冷的话语 是不是东神州的强者 发现了什么 增强了防御 截获了部分讯号 不过我们族群的联络密时 外族就算截胡 也无法破译出答案 两座禁忌机台 两大法眼遥遥相对 纵然隔着遥不可及的路程 功效也比天帝法罗强硬无数倍 神帝皱眉 以他们现在的情况 无法继续激活禁忌机台 只能迅速破译这些 断断续续的讯号 颇为无奈 杜海 使者 留守 仅仅得到三个简要信息 他们苦思冥想 什么使者 杜海 神帝眼底闪烁冷光 道 值得莫非是 东神州有一批强者 杜海离去了 可妄想横渡破灭海 呵呵 以他们的底蕴岂能够 更何况如果他们真的走了 帆船的死亡率极高 或许这就是生命起源 路传人继续遗留的原因 最终的留守 难道让我们继续等待 已经发现了帝女 最强母胎 族群不清楚意味着什么吗 遗憾传出的讯号不完整 族群高层的决议不是我们可以预测的 我建议等待 过些年启用祭台与族群联系 确保行动不要出现乱子 已经最终的时刻了 不差这些时间 继续等待 这片枯寂的世界 随着禁忌祭台熄灭 巨头的话语远去 恢复了漫长的死记 仅有滚滚浪涛声 神帝的眼底闪出阴冷 带着一团火光 情绪热烈 躁动 他苦手在这里漫长年代了 也想要体验红尘 打发无聊的时间 以前道贤是他较为看重的人选 现在他的思路改变了 对于前些日子天赋绝伦的帝女 眼底的火光在胜烈 想要在最终时刻来临 彼此发生些美妙的邂逅 天神山脉 纵然数日过去了 探索这片世界的眸光依旧在 反倒是神圣天使人间蒸发了 探寻不到任何的踪影 什么是双修之法 于是隔绝的隐藏世界 面对军天的话语 帝女有些犯迷糊 她那些严厉的师尊 岂能让帝女接触旁门左道 阅读什么禁忌书刊 对于某些方向的问题 就是空白纸张 只不过帝女觉得这个词 似乎有些不对劲 警惕的美眸扫视着军天 翘连板了下来 装修 就是同修的意思 你我能量互通 互补变强的速度自然更快 师妹你细想一下 军天解释 我帝女点头 绝对有道理 也和日月双轮 有一曲同工之妙 刷 下一刻 帝女飘飘落仙 带着军天去了 道宫内世界 这里已经没有 以往独特的物质 显然帝女用来恢复了 对于耸立在尽头的茅草屋 军天早就惦记了许久 师妹你咋把门关上了 军天狂敲门 这是我的闺房 男人怎么能进来 帝女没有忘记师尊的教会 外面看起来是朴素的茅屋 实则内世界宏伟 古色古香 陈列着足以让世人疯狂的修行典籍 我是你师弟 又不是外人 军天催促他开门 分享传承 表示他可以传授给帝女玉场之道 回头共同钻研天神山脉的格局 凿川这里 哼 你是新时代的人 不是旧时代的人 我的辈分比你高 应该叫我师祖奶奶 帝女板着脸走出来 已经知道新年被军天给坑了 奶奶都是老婆子 你确定 军天反问 那 那还是算了吧 还是按照以前吧 帝女觉得师妹比较年轻些嫩点 军天毕竟也是弟子 彼此都站在同一个序列 似乎没有什么毛病 这就是阴阳共济之术吗 军天扫视着帝女取出的大道卷轴 眼睛阵阵发亮 像是看到了禁忌刊物 那叫日月双轮 帝女纠正了一句 道 道也不是我们族群的传承 是我师孙在外界有力捕获的 但是需要弟子及前智才能修行 莫非是禁忌绝学 军天表示震撼 帝女有些烦躁 道我不清楚 也未曾修行过日月双轮 主要是师孙欺骗 我说族群没有第二位弟子 根本没有办法修行 文言 军天回过未来了 该死的牛魔王和狗大仙 他现在可以确认 族群以前真的没有弟子 只不过 需要弟子才能接触的传承 大概率恐怖了 正在洞虚道府内偷听的熊霸 下意识觉得道主在故意匡骗帝女 这就是双修之术 以族群没有第二位弟子禁止她修行 或许道主觉得日月双轮极致高明 倘若未来帝女真的有了道理 就可以让她们共同修行了 这时间帝女表示军天还没有资格修行 需要传奇才能出事 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有待考证 接着她将卷轴帝过去 认为这门传承较为适合军天 我想要学习化帝为牢和洒斗成兵 军天不情愿 吃地 不要好高骛远 任何禁忌绝学 甚至无限接近禁忌的绝学 都需要启蒙才行 帝女又板着脸训斥了一句 道 没有大道启蒙 就算给你篇章你都学不会 这些篇章的文字更加难以流传 大道启蒙 军天震动 她精神是海的横叫篇章 能否理解为某种启蒙 启蒙 引路 接触 未来才能掌握 就算帝女恢复到大能 也无法启蒙 因为需要掌握完全成熟的篇章 才能引领军天大道启蒙 还有这卷轴 是诸世道 价值比划地为牢与撒斗成兵都要贵重 帝女警醒了一句 诸世道 是我的师尊 道主 崛起路上花费无穷心血刻路的卷轴 囊括诸世万道 奠定大道根基 走向传奇前接触他 好处多多 诸世道不单单是珍贵 如同道主无上辉煌历史的缩影 对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族群而言 他的价值根本不逊色禁忌绝学 凝聚着道主毕生心血结晶 不仅可以正路了解诸世万道 观测诸天沧海 还可以让野生为规及前置 接触系统化的成长 意义重大 当军天狐一地摊开画卷 不仅他沉默了 万道兵都沉默了 这不是什么篇章 他们好像翻开了一片古宇宙 卷轴巨大 壮若一万丈 看起来灰蒙蒙的 犹如深邃宇宙在盘旋 蒸腾出诸世万道光辉 赐德军天眼睛都要流血 好恐怖 万道兵都发出这样的话语 他纵然汲取了祖物质 但是对于诸世道的呈现 只能以震撼去形容了 这不是神通 更不是经文 仅仅是道主曾经的人生历程 大道历程 更犹如道主浓缩的投影 壮若诸世宇宙在这里起伏 浩浩荡荡的 波澜壮阔 像是压他深海的巨精 缔造大宇宙的无上强者 冥冥中 军天在诸世道之上 窥似到一道影子 不知男女 总力在诸世道之巅 立身在大宇宙之外 不可侵犯 好可怕 我感觉我的弟子路都要炸开了 军天头昏老长 传承极致伟大 他的万道渺小犹如一片沙子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很难想象道主立身在什么高度 帝女也说了 这是道主曾经的大道历程 人生历程 诸世道可以囊括他曾经的过往 这等伟大的传承 堪称恐怖的宇宙文明 谱写出曾经的辉煌 架比天高 对于族群而言是发展之基石 师尊 帝女的眼角湿润了 真的没了吗 她也时常翻阅诸世道 观测道主的伟岸 洞悉他的姿态 感应他的神形 观摩他的大道涟漪 空偶 无穷的道运在这里蔓延 更犹如依照文字闪烁在内心 更像是大道在这里启蒙 这一刻军天清楚 研究诸世道 需要投入数不清的心血 好在这片世界的时间流速缓慢 可以争取到时间研究 就这样 军天他们在这里共同研读诸世道 帝女研究的已经极深了 可以指点军天 开阔他的胸怀 万道兵也在学习 雄大他们都看得如痴如醉 每一天过去都经受洗礼 犹如在沐浴之墙的宇宙光辉 期间不清楚过去多久 军天迷失在卷轴 也觉得和卷轴世界融为一体 冥冥中要随着诸世道同化 然而属于自身的弟子路旋转 震动 惊醒了军天 他的背后惊出了冷汗 刚才差点画到了 这篇章蕴涵可怕的魔力 让他忍不住要凿开大门 万幸 弟子路强硬 解决了影响 更在汲取养分 为轮回起源天砖加瓦 他总觉得自身的弟子路更深厚了 哼 但在这一日 璀璨雷霆划过苍穹 古老的天神山脉猛烈动荡 像是庞然大物震动了整座山脉 群山大月龙蒙作响 声势震天 发生了什么事情 军天心惊 在这里都感应到了不对劲 强横犹如帝女 原神悸动 有紧迫感 四象牙般白皙晶莹的玉体绷紧 心神瞬息间回归到外界 那是军天发呆 茫茫无际的山脉在起伏 庞大的玉场格局猛烈转动 正在各地搜索军天的大能都变了颜色 大能在破关 地女面孔民众 犹如一场可怕的惊雷炸裂在军天耳畔 破始祖极 太突然了 太恐怖了 因为自从远古年代落幕 没有任何始祖极雷法显照 但是现在 天神山脉这里有无上巨头将要强势崛起 第1134章起源母海 匪夷所思 那是什么 预感到了恐惧之源 源自于天神山脉荡漾出来的浩劫 蔓延到了外界 应生生影响了上百股界 应该不是始祖极巨头在爆发 源自于山脉世界发生了异变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大事件 巨大的天神山脉都在震颤 除了深处依旧 各地则是地动山摇 御场规则频繁变动 到处都在流血 识破惊天 举世强者都在窒息 那些还在探索军天的各路强者 因为天神山脉的恐怖变化 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 啊 传奇都胆寒了 御场格局汹涌转动起来 翻腾出了能量风暴 天神大片惨死 传奇只能拼命焚烧宇宙秩序 生存艰难 天神山脉如同化作了面试黑洞 传奇散发的光芒都暗沉了 唯有大能级的巨头才能站住脚 面孔无比严肃 人族各路大能力身在山门区域 眺望山脉方向 预感到不正常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道贤真不希望这波动和军天有关 目前它正在消化补 过的宝藏 更在外界来一批重要资源 万宝先河距离化作至宝近在咫尺了 万口至宝 纵然不是顶级状态 但是凭借受疲老人刻露出的万宝先河秩序 一旦组合而成至宝状态 聊不得 甚至 江婉青掌握的万宝先河 曾经秩序不完整 现在在道贤的帮助中修补完工 这首在他的体内世界 江婉青已经为列转其 起源道体与大道命轮 再加上道贤梳里出的九玉道路 他已经问鼎了 这并不值得意外 江婉青的前置太过恐怖了 放眼现在的起源界 抛开人黄不提 江婉青绝对是最强的 当然 不清楚和元黄比起来 孰强孰弱 还有求到这位人生经历 比军天还要困苦的强者 未来也有希望接触九玉 隐隐欲感到天地枷锁崩开了 是谁在撕裂大能关卡 立身在新的大境界 看人头并非天神山脉的深处 牛魔王耸立在大地尽头 这里距离魔教很接近 他也在炼化挖出来的宝藏 进一步提升自我 生命种子几乎全面成熟了 这对牛魔王恢复更快了 每一天都可以吞走海量混沌物质 事实上 自从人黄消失在天神山脉 已经一年过去了 原本针对他的搜捕快要告一段落 结果突如其来的巨变震撼人心 同一时间 牛魔王取出和混沌黄他们交换的联络信物 让他们去观摩 对未来的冲冠帮助提高 撕裂至高神关卡 迈入极致恐怖的领域 绝非纯粹的雷法显照 还有种种复杂与恐怖的因素将要发生 什么 破关时俗急 棍盾黄炎底闪出金融 没有足够的环境难以破关 曾经黑龙黄因为天神山脉破关了 现在又出现了一位 感到了某种恐怖与未知的波动 在接近这片世界 军天屹立在安全区 神觉异常敏锐 洞悉到这天地巨变与外部的干扰 存在较大的关联 快来了 破关的强者应该再刻意压制 只不过天地一变 雷法锁定了这片区域 无法继续等待 地女曾经见证过大能撕裂关卡的景象 可以说毕生难忘 不单单牵扯到雷法 还有种种特殊的因素 这更是迈不到崭新门槛的重大时刻 但凡走出这样的生灵 数不清的强者要赶来观礼 严格上来说 大能还称不上违规级生灵 神境四大境界 神级 天神级 神王 至高神 神们是至高神 立身在世界环境的最强序列 故此称之为至高神 大能及的生灵 俯瞰万界 自古辉煌 一旦他们接近到以始祖即称谓的境界 等于先翻这片世界的环境 逆冲而起 成为宇宙强者 故而 盘龙山这些势力的始祖巨头很弱吗 相反他们极致强大 秩序道法能和违规及至宝较量 为有这类至宝更是如虎天意 外来因素干扰 军天心经 看来雷伐特殊 在修炼界也有什么记载 世人认知中始祖即已经是最强横的巨头了 谁在撕裂大能关卡 深空各路巨头远远观望 这等雷伐来临的波动相当熟悉 曾经经历过 犹如震断天地万道 立身为逆天生灵 影响一个各大时代 庄引号问号 谭只坚数百万年过去了 还一息继的西年 在这里轰碎黑龙皇的画面 值得怀念 盘龙山的始祖神情冷冽 当年以龙刀斩断了黑龙皇的腰部 极致的血腥 现在回忆起来记忆犹新 天神山脉的深处 隐藏着一片相对于强横与特殊的环境 惋惜难以深入 当年也没能挖出黑龙皇的记忆 否则天神山脉已经凿穿 屈真实俗俯视着天神山脉 当年灭杀黑龙皇 不单单要轰碎他的真身 最大的目的是凿穿这片宝藏世界 目前还没有发现闯关者所在的区域 可以预感对方在刻意压制 这是在提防我等 还是在作甚 深空 各族始祖耸立在星海 极致的辉煌与恐怖 他们已经洞悉到天神山脉所在的外太空 有着波澜壮阔的奇景缓慢显照 纵然杜劫区域特殊 不过始祖及雷伐一旦来临 可以穿透玉场格局 无视天神山脉的影响 道贤在九玉层面 以惊动虚道界外翻腾而来的庞然大物 犹如某种入侵者 那是 他双眸胜裂 扑捉到杜劫者所在的区域 吼 炸雷般的吼声在回荡 震碎了苍穹 无边山岳速速发抖 彻想在整座山脉世界 震得传奇都大口可雪 满世界轰动了 吼声源自于一片特殊的地点 里面正在激烈厮杀 救我 十足大能遍体鳞伤 刚才他正在搜捕军天 因为意外发现特殊区域 深挖过城中 挖出来一头从沉睡中醒来的无上巨龙 故而这里爆发出大战 影响的这片雨是隔绝的世界崩出缝隙 从而导致十足集雷法锁定了巨龙的波动 空偶 十足大能固然强横绝伦 然而面临的巨龙太强大了 纵然展开了薄命 依旧挡不住无穷无尽的天龙杀法 他满身血窟窿 透发出无比惨烈的波动 最终形神俱灭 大能在隐恨 军天惊害无比 这头极致强横的生灵 连逃出去的希望都没有 凄凉惨死 喷射出如海的雪光 染红了这片世界 在雪光滔滔的世界中 军天敏锐洞悉道 无上天龙树的神光在起伏 无上天龙树 军天眼底闪出金龙 金道 黑龙皇一脉的传承 难道 是黑龙皇的子嗣 七年追随圣皇的巨龙 军天预感大事不妙 如果真的是黑龙皇的子嗣 折服在这里无尽岁月 是为了防备他父亲 西年的仇家 坏了 军天心急如焚 这件事和他牵扯到重大因果 否则黑龙皇的子嗣 不至于暴露 军天心跳如雷 胸膛猛烈起伏 一变来的无比突然 绝对比风神殿的风暴 还要震撼人心 此刻 黑龙皇的子嗣已经压不住了 龙吟震天 壮若盖是天龙在吼笑 震碎了无边大地 吞走了漫天大能宝穴 啊 接近那片区域的强者 成群的粉碎 这头具龙建设的规则秩序 骇人听闻 大能集都需要退让 呜呜 气血的苍穹犹如破纸乱颤 因为在外太空 通往遥不可及的世界 辐射而来宏大无边的大阳 色彩斑驳 问号 这更是真实的大海 但是不同于破灭海 它像是世间万物的起源点 波涛滚滚 蔓延着永恒不灭的物质 更是补育宇宙强者的起源母海 军天震撼无比 这一条海洋太壮阔了 看起来有些不真实 犹如横贯旧宇宙 波及一个接着一个时代 一片接着一片时空 无处不在 起源母海 帝女发出这样的话语 相传 她牵扯到最古的起源 什么今天惊悚 首次接触这个层面的密文 什么是起源 谁能定义 活了无尽岁月的横娇生灵 都无法为她解惑 而众所周知的是 一旦至高神腾跃到全新的领域 起源母海将要出现 灭杀逆天者 当然如果成功抗助雷伐 能顺利横渡到起源母海里面 汲取永恒物质成长 但是 对于始祖籍的巨头而言 仅能登陆一次起源母海 相传一旦登陆横渡的路程越是遥远 过程中捕获的宝藏越是惊世 军天心经 雷伐当真特殊 新年他沐浴的雷池宝叶如何解释 弟子路的雷伐如何解释 起源母海如何解释 起源母海 牵扯到最古的宇宙万物起源 军天担心的同时探为观止 轮回在起源 时间在起源 宇宙在起源 或许吧 弟子路才能探究到最终的起源奥义 空偶 起源母海已经猛烈泄洪 天地大劫显照 压力亿万君 黑龙皇的子嗣已经无法隐藏 全力以赴横击起源母海 父亲 不好了 是小龙皇 留意到仅有十丈高的天龙 纵然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沧桑 但刀魔还是辨认出他的来历 失声惊呼 青年追随圣皇打天下的阴阳天龙 前至盖世 但 自从圣皇登陆仙界 小龙皇便是消失了 时隔几百万年了 他竟然一直折服在这里 背负着雪海深仇 却不敢冒头 吼 小龙皇发出震天的吼笑 对着深空 更犹如某种悲悯与狂怒之音 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如同曾经他的父亲在这里崛起 但又凄凉落幕 第1135章大灾大难 这可真的是识破惊天 覆灭在远古年间的黑龙皇 世间有关于他的传说相对于有限 纵然是陨落的原因 了解者非常有限 但终究是始祖级巨头 在起源界的影响无比深远 相传他曾经得到了天神山脉的终极造化 故而位列始祖级巨头 见如今 惊天大事出现了 如同一万惊雷回荡在起源界 众生都不寒而栗 黑龙皇的子嗣 小龙皇 竟然折服在天神山脉 向着始祖级巨头开始进化 这大概离谱了 一门两位始祖巨头 这是何等的辉煌 至于横跟在外太空的起源母海 深邃浩瀚 不知源头 不知方向 带着浩大迷雾 弥漫出世间最旺盛的永恒物质 然而想要汲取这等物质进化 要经历的灾难极为离谱 滚滚浪潮形成了茫茫万劫 向着小龙黄轰杀 吼 巨大的龙啸声回荡 仅有十丈高的龙蛆 却异常粗壮 漆黑如墨 犹如宇宙神铁胶筑而成 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 不过 他的犄角则是黄金璀璨 金色受同燃烧 战斗火光 大己被堪称盖世天龙在起伏 冲破了苍穹 大片的浪涛炸开了 小龙黄驱动无上秩序 开始横击起源母海 但是在腾越的路途上 起源母海弥漫出盖世天威 震得小龙黄全身发颤 摇动 内外犹如崩碎成灰 杀 小龙黄瞳孔怒争 身躯璀璨滔天 撞落横根在苍穹的钢铁巨龙 以最坚硬的躯体崩坏浪潮 持续冲击起源母海 可以看出 他显得有些匆忙 更在疯狂释放底蕴 欲要赶在昔日他父亲敌人出手的前夕 横渡到起源母海 但是起源母海岂能是指呼的 动辄都要九死一生 拷问的是道路 违规及前置 动辄都要粉身碎骨 空偶 无上天龙摇曳腾空 冲击而出无量光芒 但是从遥远的世界观测 犹如小石子冲击起源母海 路途无比遥远 起源母海带给他的威压 欲发磅薄了 小龙黄全身发颤 强健有力的躯壳崩出裂痕 看样子要粉碎掉 我要冲上去 这是小龙黄内心的咆哮 可以感应到起源母海储藏的物质源泉 能帮助他完成超强进化 成为永恒不灭的生灵 期间 他的身躯不断流血 鳞片都出现裂痕 无比血腥 众生忍不住惊颤 难以想象雷伐凶狂到了什么层面 角东西显得很慌张 当然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你不甘心与你的父亲一样 凄凉落幕 突兀的 异常残冷的声音荡漾在天神山脉 像是地狱之门敞开了 凝聚而成亿万丈神枪 深渊之枪 观望的强者大惊失色 深渊之枪横击而来的过程 没有遭遇任何阻截 世人这才发现 因为起源母海横空 促使着起源界全面暗沉 天道法则都消失了 失去了对强者的约束 深渊族群 在阻截黑龙皇子四破关 如此可怕的天乏 遭遇最强巨头的阻截 如何能活下去 这位新晋的始祖巨头 难道就这样命丧皇权 朱强感受到了致命的寒意 天灾与人祸 合力诛杀小龙皇 起源母海带给小龙皇的压力 已经足够庞大了 深渊之枪更是划过深空 始祖极巨头持着 强势杀来 空冰冷的枪间撕裂宇宙规则 致命的一枪向着小龙皇的头骨猛劈 曾经 你父亲的头骨 被我以深渊之枪洞穿 我有幸品尝了他的头骨血 至今还在怀念美妙的味道 不知道你的血能有黑龙皇几分之裂 真冤大能冷冽的话语在这里轰鸣 杀人诛心 刺激的小龙皇仰天大吼 疑似在哭泣 金色受同一片血红 纵然 当年他还在蛋壳内 但是清楚黑龙皇的遭遇 知道他父亲最终形神俱灭 凄凉惨死 甚至 黑龙皇没有和敌人玉石聚焚 则是将生命精华浓缩在心脏内 滋润他的子嗣 完成身为人父最终的职责 我要杀光了你们 杀了你们 小龙皇咆哮震天 看似活了数百万年 失责一直在折服 依旧看起来年轻与稚嫩 仇恨笼罩他的内心 发出了背吼之音 空 就在深渊之枪即将刺穿小龙皇的头颅 他的体 内投射出巨大的阴影 好似深邃无比的大道仙洞 笼罩了深渊之枪 那是什么 是人心惊 深渊始祖都惊异 吞没深渊之枪的仙洞 深不见底 一时间深渊之枪都未曾将其凿穿 仔细看 这是一枚古朴的镜子 撞落洞天 很深邃 归宏 像是可以吞走星海 动元静 锁定这宗至宝 一桩历史悬案在道仙内心揭晓 当年 圣皇登陆仙界 执掌的违规及至宝去了哪里 至今都是谜团 没想到动元静一直被小龙皇掌握 关键时刻即出抵住了深渊之枪 接着他奋力向上争渡 打出最无敌的战力撕裂一片片浪潮 当年你父都没有违规及至宝 否则我不至于将他的龙魂抽出来 壮大龙刀之底蕴 没想到今时今刻 你送给来一桩大礼 盘龙山的始祖耸立在深空 攥着雪亮龙刀 游走九条苍古巨龙 色泽不同 其中一条漆黑的巨龙原字于黑龙皇 沙沙 小龙皇的心脏剧痛无比 怒急而狂 然而 他还未曾立身在始祖级领域 现在却要面临最恐怖与血腥的狩猎 空偶 无上龙刀劈碎苍穹 与深渊之枪联手逼近 违规及至宝的秩序波动震动了动元静 冲击的小龙皇身躯发颤 大口咳血 咔嚓 这等毁灭性的打击 让小龙皇遭遇重创 大片鳞片被掀翻 痛不欲生 他现在还是大能 如何匹敌违规及至宝 燃血的鳞片大片坠落 一片戚风雪雨 似乎预示着悲惨的人生延续了第二次 小龙皇浴血而狂 脱着重创之躯还在争渡 但他的内心有着绝望 他没有曾经的老父那么强硬 如何在这等浩劫中活下去 快看 就在世人认为小龙皇即将暴毙的时刻 巨大的轰鸣声传来 那是万道兵驱动斩神剑 轰龙一下子和龙刀撞击在一起 世人皇 世人皇 揪心与同情小龙皇的强者猛的大吼 万道兵驱动斩神剑 两大至宝组合而成战斗状态 成功为小龙皇减轻压力 吼 小龙皇低吼阵阵 常年休眠不清楚人皇是谁 但黑暗中来临的曙光对他的影响极深 继续向前横度撞他大片浪潮 然而他太小看始祖极雷乏了 冲刺中头破血流 鸡脚险些断裂 鲜血如铺在喷涌 世人的心都凉了半截 短期无法争取深渊之枪被十足去投持着 秩序规则即将波及重创的小龙皇 只不过世人震动的是 深渊之枪陡然间消失了 朱强这才发现深空景象大变 宇宙母舰一闪而逝 催动核心动力源泉 对着深渊族群泉覆盖开火 快看 起源界轰动 一年前结束的深空之战在一次爆发 棍盾皇他们强势逼近 相继阻截深空辐射到渡截区的毁灭风暴 一时间局面好转 琴摩他们相继爆发 要为小龙皇护道 七年圣皇之作祭 掌握动员境 值得他们全力以赴 父亲 我绝不会失败 我要冲上去 手刃强敌 杀遍深空 重创的小龙皇斗志昂扬 献祭生命 焚烧倒果 空出一重接着一重秩序 粉碎党路的浪潮 持续逼近起源母海 然而 命运总是坎坷的 立身在深空尽头 至高无上的神帝 寄出以黑龙皇的龙皮锻造的天谷 雷动起来音波荡漾 掀起了大片红涛 可悲的父子 相同的命运 神帝雷击天谷 这不单单是天谷音波秩序 还有神帝的秩序法则无限延伸而来 甚至纵然深渊族群他们遭遇了阻截 但是违规及至宝的法则无限蔓延 竟然隔空投影 具现到了天神山脉 这大概率恐怖了 违规及至宝都在献祭底蕴 在起源建暗沉的情况下 腥风作浪 这等阻截无比恶毒 一片片违规及至宝投影 震动了万道兵与动员境 从而影响小龙皇的闯关速度 起源母海的威压 违规及至宝投影 促使着小龙皇要化道 大片血肉都蒸发了 森森白骨可见 后 小龙皇传出背吼之音 他快要失去了力量 脏腑都崩出大片裂痕 即将在起源母海之下毁灭 空偶 在这极致压抑于血腥的时刻 古老的天神山脉 荡漾出奇异的波动 一位身躯伟岸的影子 陡人间巨献而出 源自于新年的黑龙皇 他曾经殊死搏杀的区域 他的流血之地 依旧残存着他的气息 亲子遭遇同样的大祸 黑龙皇残存的意志焚烧 显照出他的身影 雄姿伟岸 抗住了相继投射而来的 至宝投影 霸气绝伦 父亲 小龙皇眼底喷出热泪 全身血液发出海啸之音 嘶吼连天 情绪猛烈起伏 难以自控 父亲 他接连大吼 哭泣着 从没有体会过父爱 仅有心脏激荡着老父的心头血 激励他成长 变强 崛起 去战斗 去雪耻 黑龙皇心疼 他的亲子在这里流血 背负不应该承受的灾难 但他的面孔始终威严 话语铿锵有力 传遍河山 荡庭天下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张地女显威 黑龙皇冷酷的话语 传遍燃雪的河山 透着无上的阴气 乍响在天神山脉 像是源自于远古年间的呼唤 黑龙皇 纵然是紧紧巨献出的影子 但是西年的他霸掘九天 缔造无上天龙树 当属于盖世英杰 强硬的离谱 龙族的物种本就可不 更何况阴阳天龙自古辉煌 成长潜质极高 紧紧巨献出的影子 大能都感到了庞大的威压 为了庇佑亲子 黑龙皇以最终残存在世间的执念 勾动西年他残留的气息 演绎无上天龙树 硬生生抗住了冲击小龙皇的质保风暴 后 小龙皇散发出无穷的斗志 面孔变得坚毅 放开了一切 殊死一搏 将无上天龙树全面推动起来 全身龙光一万丈 杀 他放开一切冲刺起源母海 至于动员竞于万道兵 则是驱动秩序帮助黑龙皇 毁灭这些至高投影 为他争取时间 至于黑龙皇的雄姿 开始不断暗淡 但他始终顶天立地 脊梁永不弯曲 带着西年的霸气 从容 殷气 直面一切 今日纵然彻底消散 但以黑龙皇的傲气 也要留给他亲子最威严的一面 空偶 天神山脉的景象越来越恐怖了 起源母海横顿在外太空 升空持续投射而来至宝投影 至于起源母海翻腾出的潮汐 形成了无边无际的大黑洞 小龙皇冲刺到了重要时刻 正在面临漫天浪潮的轰沙 沙沙沙 小龙皇怒吼连天 要释放出他最强大的战力 让他逝去的老父寒笑九泉 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打破枷锁 成为始祖级巨头 呵呵 有什么意义 这等雷伐烟能是那么好争渡的 神帝冷漠的话语回荡在天神山脉 金刚卓悬在脑后 撞落吞面宇宙的黑洞 点缀着金色光点 缓慢转动起来了 金刚卓 牛魔王面孔民众 锁定了这宗违规级质宝 这是禁忌物件的仿制品 最顶级的违规级质宝 强大绝伦 见如今 牛魔王 批天神府 混沌天刀 三大违规级力量 以及各路大能联手发威的格局中 堵住了深空大门 禁止违规级质宝入场 无论深空可以发动多大规模的攻势 以他们的底蕴支撑一段时间没问题 但是神帝的出现让牛魔王的心情无比恶劣 东 金刚卓的轰鸣之音 轻刻间传递而来了 他的速度太快了 比宇宙闪电还要犀利 轰击在他们组合的规则之海上 砸出一个裂口 冲击向了天神山脉 棍杖 琴魔他们怒发冲关 目前他们正在抗衡深渊之枪这些违规级质宝 但是金刚卓不同 远距离的猛攻 实在是恐怖 宇宙母舰都难以阻截 即便是焚烧核心动力源泉 都追不上金刚卓的横击速度 金刚卓无限压来 威力绝伦 沿途中离亭扫穴 没有任何物质可以阻截 神帝 黑龙皇背负双手 凝望着金刚卓 信念他遭遇金刚卓的轰杀 身躯被打的残废 要知道曾经他站在实俗极层面 倘若金刚卓击中他的亲子 小龙皇必死无疑 正在最终争渡的小龙皇 已经预感到了恐怖的死亡威胁 全身发颤 认为要行神俱灭了 轰 万道兵释放的秩序规则 短暂时间被金刚卓轰击的千疮百孔 璀璨的金刚卓 以更为恐怖的速度逼近 可见可不曾念 在遥远的深空 制动出来可以毁天灭地 动员镜陡然间极致藤月 最终的阻截也宣告失效 镜面晃荡 差点崩出细微的裂缝 大能的内心都冒出寒意 金刚卓未免离谱 他们都怀疑可以激烈无上至宝 当时金刚卓有缺陷 无法持续发动最强猛攻 镇压 神帝与意念掌握金刚卓 认为可以击飞动员镜 覆灭小龙皇 然而 动员镜轰然间散发出 无比汹涌的道则 强硬了一劫 疑似无上强者暗中掌握了动员镜 打出最强奥义 杀 动员镜口出人言 深邃的镜面 见射出如海的秩序符号 抵住了金刚卓的猛烈强攻 嗯 神帝皱眉 谁在掌握动员镜 他对于这宗制宝较为了解 存在的奥义无法无量 想要全面激活极难 甚至 至宝都有专属的意志 面临深空投射而来的风暴 动员镜自然要准备后路 结果 现在他焚烧了底蕴 更在反攻 甚至 动员镜变得恢弘巨大 笼罩了这片大世界 镜面化作规则之海 隔绝一切 为小龙皇的冲冠道路保驾护航 无上天龙树 小龙皇面临的灾难已经到了最顶级 面临毁天灭地的浪潮沙伐 略有所悟 像是窥伺到他父亲的身影 更要与之融合 成为下一代黑龙皇 身影快要熄灭的黑龙皇 这时间在点头 他缔造出的经书 最强的秩序篇章 终于在这里铺展开来了 小龙皇全身脉络更为耀眼 冲击的浪潮黑洞崩出大裂缝 开启了登天道路 不过就在小龙皇最终腾越的时刻 神帝背后的世界 冲出来一团光物质 映照诸天 黄金胜猎 乾坤圈 牛魔王咬牙切齿 神族掌握两大违规及至宝 乾坤圈狂暴转动起来 烂天大星都炸毁了 不好 棍盾黄面孔阴沉 纵然他们竭尽全力封锁 结果两大至宝 还是砸向了天神山脉 期间可以看出 金刚卓与乾坤圈 是仅次于规则之州的超级大佬 开玩笑 违规及至宝发起狂来 献祭本源物质 一念间可以横步遥不可及的路程 大能都追不上 就这样 乾坤圈与金刚卓 相继振动了动源境的规则秩序 投射出来巨大的阴影 笼罩了正在极致藤月的小龙皇 啊 他浑身俱颤 乾坤圈的投影 锁住了他的脖颈 窒息的都要塌裂 全身外络全面暗沉 生命火光将要熄灭 紧接着 金刚卓轰在他的头颅 纵然都是投影 但是形成了致命的伤害 头骨崩出大片裂缝 上半身都要炸开 扑 小龙皇大口可雪 接着遭遇了浪潮沙发的轰击 皮开肉战 雪流长河 若非大脊椎郁郁的无上天龙树 维系他的状态 已经陨落 混账至极 军天面孔铁青 距离成功临了一角 结果两大至宝投影 还是威胁到他的安危 甚至 继续拖延下去 牛魔王他们的封堵计划终将失败 深空各路竭尽所能阻截小龙皇 不单单是曾经的恩怨 还要防止他们的阵营壮大 即便是不相干者都接连走出 深空即将凿川风所限 大灾大难快要波及起源界 吃地 为我互道 地女盘膝而坐 先言变得严肃 显然要施展无上道法 穷大 红云 小琴琴 金太郎 接连冲出去 散发秩序规则笼罩这片时空 以防止地女施展道法的过程中 遭遇外部因素的干扰 今天全身荡漾出轮回脉络 形成了遮天蔽日的迷雾 掩盖的范围极为广袤 地女的精神波动 则是无限的起伏 藤月 事实上她需要时间 但是小龙黄眼瞅着快要不行了 然而惊异的是暗中掌握动员镜的强者 正在进行干扰 固然看不清楚是谁 但是立身的高度了不得 让小龙黄有喘息的时间 反倒是帝女 帝子路全面盛开 旧宇宙铺展 她犹如天生天养的真仙子 经气神变得恐怖 凌冽 风姿绝世 劫道 帝女的天灵带征腾出的波动 宏伟 壮阔 无远福建 一时间 这等波动化作了一望无际的神圣光雨 横过茫茫山脉 辐射到大战区域 嗯 隐藏在暗中干扰的强者洞悉到了什么 放开动员镜的规则 让其入内 角龙黄则是全身发紧 认为更为可怕的灾难已经笼罩了她 只不过她没有洞悉到什么威胁 反而顺着帝女的能量物质 洞悉到了盘坐在遥远大地的身影 甚至还有一位年轻男子 在爆发无上天龙树 我来助你 帝女的精神波动荡漾而来 目前小龙黄已经无路可走了 选择接受 瞬息间光阴轮转 好似底灵旧宇宙 后 她发出惊天动地的龙笑之音 截到反馈给她帝女的帝子鹿 极致的伟岸 超然 她像是盘横在旧宇宙核心的盖世天龙 空偶 小龙黄的精气神暴涨 背后呈现出了奇景 亿万大星排列 苍茫的星系转动 茫茫宇宙法则改变了世间 阻截至宝投影 那是什么 观战的强者震撼的无以复加 小龙黄犹如变成另一个强者 驱动无上的秩序规则 显照出规律的大宇宙 抗住了相继袭杀而来的质宝投影 次宇宙圆环笼罩了小龙黄 变得永利绝世 吼碎了大片浪潮 斜着无上的伟丽 这一刻 她认为自己可以杀遍天下 我相中女人的路 以何等手段寄托给了她这等道法体线 神帝年复在两大质宝的意志看不透了 但法眼开启 顺着规则波动 都要望穿地女隐藏的安全区 她无比的果断 纵然没有定位到大带区域 但还是放弃了轰死小龙黄 直接驱动两大质宝冲击这片世界 第1137张烈昆的机遇 小龙黄全新的状态 今天第七鬼神 显照而出的宇宙核心 笼罩住她染血的躯体 看起来不真实 一片梦幻 随时都会熄灭 但是 她的战斗姿态无比强硬 在截道的输送与加持中 恍惚坚持强制霸 认为可以杀遍宇宙无敌手 将神帝垂成残渣 但是不知道为何 纵然度过了极致危险的猎杀局面 认为起源母海带给她的危险 无限的加重 浓烈 你的弟子路 会不会促使着雷伐一变 今天正在担心这个问题 否则小龙黄起能度过去 弟子级的雷伐太特殊了 能导致起源母海一变 不会的 截道是禁忌绝学 起源母海显照出的雷伐是强横 但是小龙黄使用的仅仅是外部手段 不属于她自身的潜质 帝女美丽的面孔苍白了 是斩截道对她的损耗极大 眼睛有些发黑 身躯摇晃着 道 师弟 有强者顺着我散发的波动 正在观测我们所在的区域 神帝杀我们 比杀黑龙皇子寺的心农烈亿万倍 今天清楚既然出面干扰 未知存在暴露的危险 纵然神帝无法看透这一层原出实皮 但是可以锁定这片世界 冥冥中 她感应 到了神帝的目光正在向着这里观望 现在撤走已经来不及了 至于雄大他们布置出的干扰世界 纵然是从原出实皮内部辐射而出的 但是也意义不大 一旦神帝圈定大带区域 两大违规及至宝相继轰杀 原出实皮是不会呈现 但是随着这批区域湮灭 不暴露也要暴露了 好在我选择的区域较为特殊 画道笔可以勾动地势 争取到时间 军天思绪如海 思虑问题 这里距离天神山脉的深处很接近 撤走大概没有问题 只不过期间或许要经历波折 但是和小龙皇的破关比起来 经历部分风险不算什么 就在军天准备激活地势 神觉猛地扑捉到微妙的波动 紧接着神帝投射而来的目光中断了 那是 军天显心惊胆颤 纵然不清楚是谁在暗中相助 不过能根据某些传承波动 弄清楚重要问题 他洞悉到了十二盘天柱 与圣皇一脉传承的气息 难道 军天身心震动 该不会是圣皇吧 七年他的残影在圣皇城一闪而逝 接着几十年都未曾在起源界出现 世人怀疑圣皇残念早就熄念了 现在匆匆一瞥 军天看到一道灰蒙蒙的影子一闪而过 疑似圣皇 七年圣皇虽然和十二盘天柱失之交臂 不过登陆仙界的时刻 他去了圣皇宫 得到了一系列的传承自然不意外 而世间能掌握圣皇传承与十二盘天柱的 除了圣皇军天想不到第二位 再加上他和小龙皇的特殊关系 大概就是他 圣皇竟然一直都存在 这对军天的触动很大 这是在谋划些什么吗 一直隐藏在暗中 不显山漏水水 神帝接近这片区域 探索的目光却被堵住了 同样洞悉到了一道身影 顿时有惊悚之感 沉迷 未知 犹如某种特殊的源头 像是漂浮在大宇宙的无根之平 更如同徘徊在天神山脉的幽灵 冬眠者 这是神帝的第一直觉 莫非是帝女的护道者 神帝的心情难免恶劣了 曾经开启祭台 按照族群传书回归的不完整讯号 推测老仙他们都还远走了 结果还遗留部分冬眠者 那么东神州还折服多少巨头 口 等待小龙皇低沉而有力的吼声传来 神帝眼底寒光暴涨 面孔无限的阴沉 竟然接连失败 自从东盛神州一闪而逝 镇压下军天失败 神战惨败收场 一切都显得不顺利 现在的局面更是看不透了 就拿现在来说 随手可以捏死的小龙皇 竟然真的要杜劫成功 现在启动至宝去祖劫来不及了 帝女投射过去的秩序规则 撑开了这片残破的战场 祖劫逼近的各类投影 轰偶 小龙皇的状态不仅未曾虚弱 反而浓烈了一劫 或许因为帝女道路的影响 也或许因为无上天龙树的原因 经历一场生死大战 无上天龙树全面成熟 大脊椎蒸腾出恐怖的污光 化作盖世天龙 打穿了穹顶 父亲 我成功了 脚龙皇挥洒热泪 极致腾跃而起 回眸望向快要熄灭的黑龙皇 失声痛哭 父亲 万长岁月的折服 只为了等待突破的时机 这一次固然曲折 饱受磨难 但是最终腾跃而起 留给他老父最顽强的一面 黑龙皇威严的面孔 露出老夫般慈祥的笑容 去吧 你有你的道路 为父为你骄傲 问号 这一刻他没有了威严与霸气 像是一位老父亲在这里望子成龙 再也没有任何的遗憾 随风消散 呜呜 小龙皇悲痛哭泣 像是半大的孩子 望着溃散在天地间的光辉 低吼一声 父亲 孩儿走了 走了 哼 他腾跃而去 冲击到起源母海 棍杖至极 神帝勃然大怒 翻腾出的波动让群山大月化为灰飞 他失算了 更加大意了 如果他的真身亲自走来 掌握两大至宝 岂能失败 当然最重要的是 禁忌祭台开启 神族一脉亏损巨大 短期的热战都极难开启 这也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九死一生 就这样熬过来了 起源界一片哗然 最终神帝不掌握两大至宝反制 刚刚他跑去干什么去了 战场瞬息万变 已经无法挽回了 盘龙山这些势力的始祖巨头怒不可遏 他们和黑龙皇有化不开的恩怨 现如今混沌皇他们竭力相助 未来小龙皇要属于人类阵营了 空偶 甚至 小龙皇不仅坠入了起源母海 他消失的区域 归洒而来部分永恒物质源泉 涌动到了万道兵与动员境的至宝世界 这事军天心惊肉跳起源母海再次与他们造化 帝女无比虚弱但万幸没有白费苦工 说着天罚加上人祸 永恒境的道路是曲折的残忍的 帝女曾经观摩过数次大能闯荡永恒境天灾 新年的敌人站出来相继阻结 从而让永恒之路更为艰难 然而成功者攀登起源母海 助权者可以得到福泽 还能这样 军天惊异 永恒境 指的自然是始祖极巨头了 永恒 永恒不朽 立身在这个层面 前置极致爆发的过程中 以永恒物质滋润 最终度过恐怖难关 成为宇宙强者 甚至 破关中遭遇的阻力越大 过关者的收获越是惊人 小龙皇在起源母海消失了 不清楚横渡到了什么区域 在这个过程中 任何强者都无法阻结 任何至宝都无法攻入起源母海 熬屋 龙族物种遨游在汪洋内 伤势短期愈合 沸腾出更为旺盛的生命波动 体内开始积累永恒物质 由内而外蜕变 深空一片死寂 他们都没有心情针对撤走的强者 也不想继续斗了 损失的底蕴太大 事实上 他们不清楚的是 秦魔他们已经是强母之末了 掌握的至宝底蕴快要耗尽 现在维系最巅峰状态撤走 就是为了警告深空 打起来谁都逃不了好处 彼此安分些 岁月对大家都好 宝财楼都快破产了 接连两次激活母舰 消耗大量宇宙金 然而龙玄天更为清楚 如果不能一次接着一次胜出 最终宝财楼中将腐朽 咕噜噜 天神山脉这里 万道兵疯狂吸收永恒物质 散发出更为耀眼的光辉 无形中恐怖了一劫 无上至宝进化道路突飞猛进 他充满渴望的情绪 恨不得坠入起源母海 偷走能量 奈何无力争渡 距离太遥远了 除非起源母海进行接引 或者军天未来破关 以本命兵器身份抵达起源母海 动员竟不仅恢复到巅峰 都跟着强硬了些 反倒是乾坤圈与金刚卓 回归途中心情难受 他们啥都没有捞到 反打亏损巨大 而比他们弱小的两大器物 则是站在了巅峰 更为强大 这算什么跑来流血打工还不 给钱结束了吗 大战突如其来 结束的更为突然 深空吃了大亏 未曾轰杀小龙皇 究竟是人族一脉崛起了 还是深空的底蕴不行了 当然如果他们知道牛魔王 他们快要淡尽两绝 就不会这样想象了 深空最终忌惮的 还是东神中未知的底蕴 现在的局面 谁都不想死战到底 甚至神帝这一次 依旧没有真身走出 惹得各方极为不满 圣皇到底在哪里 今天探索八荒石地 还是没有找到他的身影 反而起源母海渐渐暗沉 熄灭 接着神秘消失 今天观测到 小龙皇的身影一闪而逝 他远走了 不清楚是否跟着圣皇一块离去 天神山脉并不平静 天地还在动荡 玉场格局依旧狂暴转动 成为了更为险恶的生命绝地 强者短期难以大规模探索 然而 总有些强者胆大包天 渴望改变人生 杀出一片天 人皇算什么 七年 四场大机遇摆在我的面前 若是能把握住 我猎坤已经是大能了 身怀大气运却不得志 时不待我 缺腿的猎坤 坐在轮椅上的无上传奇 我受够了 几十年了 猎坤早就受够同阶强者的嘲笑 每每回想起那些鄙夷的目光 心情恶劣的恨不得要自杀 他掌握二十四根猎天毛 在小龙皇者福之地探索 各地已经塌裂成为废墟 还有十足大能的残破尸骸 轮椅隆隆而过 猎坤在这片废墟探究 想要翻腾出些什么 期间他真的是胆大包天 如果小龙皇回归等待他的就是死亡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 可是如果我赌赢了哪 猎坤疯狂探索 敏锐定位到一片地点 掀翻一片废土 情绪瞬间激动了 挖出了小龙皇的宝藏 总体价值较为有限 但是弄到了一张古老的地图 上面详细标注着天神山脉 深处开启的规律 哈哈哈哈 我猎坤身怀大气韵 有了此图 别说第五次造化 就算是第六次 第十次都脱手可得 下一代十足级巨头 飞瘸腿猎坤莫属 猎坤热泪银矿 缺腿的始祖极巨头 未来终将独树一致 成为一段佳话 从而引领潮流 第1138章轮回石桥 灾难过后 总有一段平静期 这些年起源界大势不断 风神大战落幕 神秘的浪潮升远去 小龙皇破关后消失 掌握洞远近的神秘巨头 不得而知 人族各类大能相继闭关 时光荏苒 三年一晃而归 风暴已经远去了 深空与起源 借向是回归常态 大能闭关 传奇都极少行走在人世间 犹如回归到了东神中 未曾开启前的状态 即便是将晚清这些年轻传奇 相继掌握道统大权 都极为低调 仅仅在小圈子 简单聚会就宣告结束 老一辈的强者 纷纷退于幕后 大刀阔府准备改革道统 将为归籍的道路如何走 纷纷摆在暗头上 这事文明 正在悄无声息进步 当然各方都渴望得到将晚清他们的指引 也没敢奢望人皇可以走出引领潮流 不知不觉间 新的时代就这样开启了 七年 谱写辉煌的人节 现在高高在上 成为教主级的存在 如日中天 但是没了纷争 各方和睦 因为人皇高悬 而今 至高更迭未曾开启 新的时代 新的血液 新的起源种子 陆陆续续在各地展露头角 不得不说 大道先门这些势力 俱纳起源界最为优秀的年轻种子 因为什么 违规及前置 未来将要迎来恐怖的发 展期 热战后 总有长时间的平静 各大教培养新的种子 神藏 龙象 入道 洞天 新的境界 新的碰撞 大浪逃杀 最终在千百年后 筛选出下一个大时代的违规及圣节 外界纵然过去两年 但是军天在残破的道府世界 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年 若非道府沉淀的能量物质散去 只能依靠俱纳大地精华维系时间流速 可以争取而来更多的悟道时间 动中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 二十年对于军天也是稍纵即逝 因为思绪徘徊在诸世道 再无他物 孔伟的画面 疑似深邃宇宙转动 军天在这里成为了学子 观测道法 研读传承 诸世道有太多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是道主浓缩的人生历程 可以理解为一步活着的宇宙文明 帝女岂能全面看透 整日和军天论道 深入交流 强强联合 更何况两位弟子 他们的学习能力都极强 甚至都开辟出一系列的神通 万道兵自从汲取了永恒物质 壮大的速度异常恐怖 距离无上至宝的巅峰道路 已经较为接近了 可以看出永恒母海的伟岸层面 穷大和红云的进化道路 则是陷入了瓶颈期 沉浸在无上至宝的路途中 时常观测万道兵的运行规律 啾啾 一头胜烈的金色神鸟 驱动一轮轮金色大日 横过苍穹 精神面貌愈发的璀璨了 然而无限接近的区域 一头鸟却展开双翅 流淌着深邃的宇宙脉络 大致无边 似背负一片宇宙翱翔 空 任由金太郎力大无穷 法力滔天 面临藤月的福天雀 他暗沉了 认为在面临生命中的主宰 但是 金太郎毫不气馁 继续在诸世道的世界里面闯荡 渴望可以问鼎九域层面 化作极致恐怖的太古金屋 否则的话 以君天他们的强横层面 未来金太郎中将落伍 纵然在起源界金太郎的成就已经狠了得 持续探索可以问鼎大能 但是对于传奇都能镇压大能的帝女 金太郎知道他要努力前进 最终焚烧出至强的潜能 在未来的宇宙星海显照荣光 时间一天接着一天过去 君天盘坐在诸世道的世界 如果说新年 刚刚梳理出轮回起源的他 锋芒外泄 强大绝伦 无与伦比的自信 现在则是反扑归真 四盘石静坐 期间没有任何道法体现 唯有去临近 以惊人的神觉去感知 可以大体感应到在面临大道深渊 像是深不见底的万物虫洞在旋转 现在君天散发出的道运不是浓烈的问题 则是深邃 久远 纵然不显的壮阔 但是沿着路线前进 迷雾方向 看不到全貌 诸世万道 君天瞳孔深邃 建设诸世道的秩序规则 沉浸长时间的他 隐隐恐怖起来了 他盘坐的区域变了 诸世万道悄无声息呈现 秩序脉络交织 犹如万道洞天 原神高悬 坐看四季更迭 无论君天在诸世道收获了什么大道积累 全面归纳与轮回之内 违归极道路的时遇世界显照而出 这里像是轮回的起源点 发源地 恍惚间在延伸 再向前延续道路 空谋 时遇枷锁世界 时而至阴至暗 时而黄金璀璨 撞落开天辟地 原本已经是极限天花板的空间 迅无之海横跟在尽头 撞落轮回起源 大道的彼岸 预示着极限 见如今 迅无之海翻腾出诸天万事的光辉 汹涌澎湃 向前进行轰鸣的时刻 无穷的脉络喷射阴阳二气 隐隐形成一座模糊与古老的石桥 将士轮回之桥 以秩序到法搭建而成 古老与神秘 向前进行延伸 将极限天花板撑开了一截 那是 正 在悟到的金太郎陡然间身心发颤 好似不可匹敌的大魔王在这里崛起 他不由得望向了军天 他认为原本已经铜金无敌的人皇 硬生生猛烈了一截 主上 太变态了 天神圆满继续壮大 到底要开辟什么样的极限道路 金太郎怀疑人生了 他还不够霸道吗 现在觉得犹如废土 根本不值一提 今天看似沉寂在天地间 实则散发让人窒息的威压 道法体现深不可测 超出原有的极限状态 帝女走来 风姿无双 鲜言梦幻 晶莹紧致的机体散发 更为浓郁的旧宇宙核心秩序 显然是祖庭留给她的篇章 让其道路更深 从重修到现在 帝女才回归传奇巅峰 体验曾经没有历经的路程 自然不是虚度光阴 她有她的无敌大道 如何 帝女杀取雪白 扫了眼状态暴涨的身影 军天摇头 虚幻 不真实 我都看不透 都怀疑不是我开辟的路 早就告诉你了 没有必要深究 帝女说道 帝子路已经开启 向前延伸 不要急于一时 现在无论你取得什么成果 都是虚幻不真实的 军天认可 看似阔路 轮回起源向前拔刀 实则相对于不真实 这一刻军天清楚 它可以破关传奇了 这样可以显得更为真实 可以具现出更为强横的路线 可以将时遇空间看得更为清晰 等待身躯滋润出宇宙法则 显照出宇宙规则展开成长 才能显照出更为强横的状态出来 在十年了 军天清雨 算上之前的一年 时间流速中 他一共在道工呆了三十年 在十年的时间 军天没有吸收任何能量 仅仅在雾道 沉淀底蕴 在诸事道的帮助中 犹如度过了漫长时间 军天花费了二十来年 走遍诸事道的路 但是他清楚都是粗浅的 并没有真正把握住精粹 不过完美体验了一段非同寻常的路途 道主 精彩绝艳 浓缩的人生历程 让军天的内心波澜壮阔 见证了史诗集的画面 接下来数年 他在研究地子路 观测命轮刻路的粗糙轮回符号 略有所悟 军天开启深挖 这里要说明 看似粗糙的轮回符号 实则牵扯到最古的轮回之说 期间带给军天启发 更要探索他的路 然而 轮回起源向前行走 军天感受到了苍白与无力 显然他清楚到了极限了 需要破开大境界 事实上 花费时间在这里探索道路 主要是通往天神山脉 深处的道路不知在何方 期间 军天将受疲劳人演绎出的蚂蚁精 传授给了帝女 他走向了玉长路 以撒斗城兵凝聚出的金甲士兵 在这片世界穿梭于探索 遗憾没有发现什么 此刻 军天准备回归东神州 去破关 不过军天自然清楚 天神山脉这片地界 时刻处于监管状态 无论是神帝还是神圣天使 都能对他们形成重大威胁 军天静坐 取出以天地法罗的天罗 明明中和牛魔王取得了联系 牛 建议他不要轻举妄动 目前他们极难展开第三轮热战 否则一旦漏了底 后果不堪设想 起源界断然大乱 牵扯到大局 需要更深的折服 好在深空忌惮东神州的底蕴 也不敢轻举妄动 期间 军天弄清楚起源界这些年的变化 秦魔在修行合体术 找到了适应于他的道体 不过需要时间培育 另外道贤 万宝先和即将成型化作至宝 而牛魔王正在以破灭海之战 收获的残料 铸造本命兵器 也需要数年才能完工 至于将晚清这些传奇 正在积累底蕴 时间上所需的更长 或许数十年或许数百年 嗯 军天关闭天罗 正在思考如何打发时间 地女的眼睛发亮 道 金甲士兵有收获 探索到路线了 军天蠢蠢欲动 目前她和小琴琴 都需要强大的环境冲冠 而在山脉核心度节 可以与外界隔绝 甚至天神山脉的核心 横沉着大规模的宝藏群 对于雄大和红云的成长至关重要 雄大得到了南天门的秩序 红云得到兽疲老人的指点 未来皆有大作为 不是 一味瘸腿的传奇 市民翻越卷轴 被路过的金甲士兵留意道 她疑似掌握通关的捷径路线 帝女的行动力极强 洒豆成冰险照出大规模的金甲士兵 像是蝗虫遍布在各地 都是她的眼线 缺腿的传奇 列昆 军天瞳孔大争 情绪难免激动 道 命运之子 第五次造化要截胡了吗 什么第五次造化 他们上路的同时 帝女罪人的演播 荡漾光泽 军天简要描述 曾经老仙将其视作打工仔 以老板的身份 接连夺走了四次造化 黑龙黄残魂的蛰伏地 养魂金莲 黑龙黄的残骸 先天先胎 那么惨 你背后的强者都是些什么人 以后不能称之为老仙 因为我的第三师尊 就是自称老仙的强者 帝女摇头 军天雨色 看来老仙在帝女的心目中 形象光辉高大 绝非一肚子坏水的老不正经 传奇在帝女的内心弱 如此安排 不厚道 那第五次造化给她留点 军天问道 你神经病吧 这是我发现的造化 和你所谓的第五次造化 有一个童子的关系吗 帝女瞥了她一眼 事事事 都归你 军天为列昆沃哀片刻 心里也犯嘀咕 天地坚真的有专门图做嫁衣的 气韵之子 事实上 他们已经接近了 列昆 就隐藏在这片迷雾世界 他很谨慎 老成 有经验 不急不躁的 似隐藏在暗中的超级狩猎者 为了等到通往深处的节点开启 已经在这里静默两年多 军天他们没有选择动列昆 则是守着气韵之子 等待了整整半个月 这一刻列昆猛的抬起头 因为迷雾的深处有了些许涟漪 像是一闪而逝的流光 列昆 现在特别的稳重 军天蠢蠢欲动 但敏锐的神觉告诉他继续等待 列昆看似激动 实则瞳孔无比的射人 暗中观测四面八荒 探索这片世界的风吹草动 提防幕后黑手安排他 第1139章十二夜星辰花 列昆比以往更为稳重了 接连历经四次毒打 列昆找回了本心 认清楚了自身的定位 这倘若是平日里言语霸道 何须如此谨慎行事 就目前的情况 但凡发现任何不对劲 他宁可在这里继续敦守数年 其间军天与帝女壮弱 鲜物在这里飘荡 无视列昆的精神探索 可以收割了 列昆神情一冷 驾驭轮椅刷得一下子 冲击向迷雾深处 顺着轻微借射的连衣 顿感一股奇妙之力 列昆情绪激动 小龙皇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 他趁机入内 横渡到了充满神话色彩的区域 军天范狄估 列昆真的有路线 他会不会在这里钓鱼 毕竟倘若列天一族 真的知晓进出法门 身处的造化早就被挖空了 至于等到现在 军天一高胆大 掌握两大至宝 岂能怕了列昆 迅速逼近 翁 接近这片能量涟漪荡漾之地 犹如坠入了一片深海 感受到了庞大的牵引力 身影煞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阵斗转心仪 来到另一片世界 扑面而来的并非预想中的心灵之气 则是无比的惨烈 可不 恶毒 军天以为被列昆安排了 无上沙阵将其笼罩 帝女伸出手搭在她的肩膀头子上 让其不要轻举妄动 以帝女的神觉 可以更好展开探索 这片燃雪的世界相对于恐怖 像是一片远古战场 隐约可以聆听到喊沙声 到处都是尸骨 残气 暗红的疆域根本望不到尽头 到处飘散着血色雾气 影响他们的视觉 至于此刻的猎坤 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地平线尽头 追 帝女没有洞悉到这片世界存在问题 固然激荡着滔天凶煞物质 可以污染强者的宝体与原神 但是以君天与帝女的状态岂能在乎 身躯贴着地面向前无声无息冲击 以极快的速度在一次锁定猎坤 那是君天亭在原地 猎坤所在的世界景象完全不同 一座流血的剧坟底在最前沿 喷涌出浩大的血色神芒 像是血色煞气的源泉 但在剧坟的顶端 扎根一株圣洁无瑕的大药 不清楚是什么大药 体现上来看这一株大药 是凝聚这片战场残存的生命精华 经历岁月的沉淀才从而全面成形 哈哈哈哈 始祖及巨头暴毙 以心头宝血滋润出的无上大药 猎坤大笑的声音传遍这片世界 任谁听到这句话都要激动得无法自拔 浓缩始祖及巨头精华的古药 难以想象离谱到什么层面 今天原本要接近打闷棍 但是洞悉道有些不对头 以预常角度分析 这座流血的巨坟看似生存漫长时代 实则是故意做就 因为与这片世界的气场完全不相符 经历老仙的毒打 猎坤学聪明了 他应该再故意引我们上钩 今天再发出这样的话语 猎坤看似大笑 实则神念探索四面八荒 猎神无限绷紧 故然接连截胡他造化的强者 就这样从天而降 非常的不现实 不过猎坤不得不防 他也承认有赌的成分 分明弄到了通关的捷径路 然而连该族大能都瞒着 显然准备闷声发大财 未知的危险 背后疑似有鬼在观测 猎坤正在经历恐怖的体验 真的担心安排他人生的老板从天而降 接连半炷香的时间 猎坤采摘大药完毕 期间没有经历任何波折 很顺利 哈哈哈哈 猎坤大笑 完全发自内心 彻底稳妥了 这事被逼到了极致 帝女表示无语 有些同情了 老仙把他害得太惨了 猎坤的精神都有些魔障 这事被害妄想症 哼 这时间流血的剧坟炸开了 一杆杆恐怖神毛冲击而出 显然是凶宁赫赫的猎天毛 期间他也没有发现问题 哈哈哈哈 这片区域都是我们的 不 整座天神山脉 这片全世界都是我的 猎坤疯了班迪吼 情绪真的是炸裂了 冷静 猎天毛提醒 情绪也热烈无比 但是没有体现出来 是我的 终究都是我的 猎坤调整心态 将和元神融合的地图取出 标志的氛围更为广袤了 是个狠人 今天不由得点头 猎坤很谨慎 如果刚才他冲过去接管宝藏 猎坤会果断毁掉其他的地图 至于小龙皇在这里 折服数百万年 再加上他父亲的经验 没有任何强者 比他更为了解天神山脉 猎坤选择的登陆地点 是捷径路之一 顺着这里向着四面八荒辐射 可以去采摘各式各样的宝藏 就这样 猎坤研究三日 启程了 今天一路尾随 便为生存在一片狭小的世界 存在极致伟岸的一场变动格局 地女边走边记录 他们的目的是凿穿天神山脉 绝非局限于部分造化 故而耽误部分时间不算什么 没有妄动猎坤 还惦记着他是气韵之子 或许能有意外之喜 转眼间数月过去 猎坤挖出来部分宝藏 惋惜的是这些宝藏都是残留物 角龙黄的崛起和山脉核心有关 每隔一些年月就前来采摘 故而留下的相对于有限 不过猎坤不在乎 接连采摘造化成功 预示着背后没有老板尾随 故而彻底放飞自我 驾驭轮椅满世界横度 时不时哼着小曲 首先他要确保尽快成为大能 地图上标注的宝藏之意可以满足他 就是距离有些遥远 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出发 穿越一片片危险区 时间慢慢流逝 探索的速度并不快 已经半年了 期间军天和帝女讨论交流 对于预场变动有极深的了解 发现没有 我们活动的区域 仅限于某一地 故而穿行在各个板块 但预场格局一脉相连 军天传音 这里究竟有多大还是未知的 预场将这片世界分割成数不清的板块 认为将核心区域的预场全部梳理出来 组合成形 异常艰难 不急 将规则变动规则储藏在精神石海 未来启用道府研究 缩短时间 此刻 帝女发现猎坤走向特殊区域 彻底离开这片地狱 预场规则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大变 全新的格局 像是来到了山脉的另一面 军天发出这样的话语 认为格局犹如巨大的圆球 恐怖无边的星体 但是要抵达另一面异常艰难 这片迷雾区域 仅仅是过渡 世界的分割线 这片特殊区的尽头 疑似分割线的核心 军天洞西到了地心 可以理解为星体的核心 空 它翻腾出浩大的能量潮汐 顺延粗壮的根莖 蒸腾着 抵达穹顶区域 仰着头去观望 根莖巨大成天 穹顶有着一片片叶子成碧绿色 这些叶子规模极大 似乎可以承载星体 可以停摆宇宙母舰 十二片巨型叶子流淌星河 与世外的星体交相辉映 组合而成辉红的预场格局 这是什么神术 能和剑木相提并论吗 今天的视觉都充满震撼性 主要是太过棒薄与壮阔 能别侮辱剑木吗 地女摇头 这是星河花 更是十二叶星河花 属于最强盛的大能道场 盘坐在星河叶子上 可以更好观测宇宙规则变动 十二叶星河花 金太郎接接拔八道 猎天一族 有一株九叶星河花 我曾经成为猎皇的坐骑 去过一次 但是仅仅修行了三日 金太郎清楚 猎天一族的星河花 对于天神破关传奇至关重要 但是十二叶就相当的离谱了 传出去能引发腥风血雨 哈哈哈哈 猎坤的大笑声传来 腿都不觉得疼痛了 好似立身在人生巅峰 似乎将起源界都踩在了脚底下 大能路就这样稳了 猎天矛表示震惊 这若是船回族群断然引发轰动 不过惋惜的是星河花 无法挖掘带走 因为与这片世界的地心相连 一旦妄动地心 就能激活这片世界的玉场 狡杀巨凶 此刻 猎坤驾驭轮椅 沿着粗壮的根莖 欲要登陆顶端展开大能级的进化道路 一腔的热血都在激荡 然而冥冥中 一只大手落在了他的肩膀头子上 将其按在了原地 猎坤仗红着脸说道 猎天矛 放心 造化少不了你的 等待我破关大能领域 接下来凿穿个路宝藏世界 你进化到违规及至宝的道路同样稳妥 猎坤 你辛苦了 今天无声无息控制了猎坤 嗯 谁 猎坤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 汗毛根根倒数 头皮险些炸开 轰 还没有等待他回过神 只觉得脑瓜子剧痛 流血 他的双眼发黑 原神眩晕 传奇本源震动 肉身险些暴碎 穷大险些一板砖轰死他 猎坤差点爆了 更是险些哭出声 黑心老板又来接收宝藏了 这是命运的安排吗 不 他淒厉低吼 想要毁掉一切 主要还是地图 然而他没有机会了 雄大将其敲晕 避免猎坤气疯 至于猎天毛 预感大事不妙 极致爆发欲要逃顿 然而 万道兵营来了觉醒 轰然笼罩了整片苍穹 锁住了猎天毛 轰猛 猎天毛发狂 二十四根神毛撕裂漫天秩序规则 但是他毛骨悚然的是 斩神剑在万道兵内蒸蒸而鸣 怎么会这样 猎天毛惊骇 岂能和斩神剑相提并论 他不甘心就这样没了 积累漫长岁月的底蕴猛烈沸腾 震得万道兵隆隆作响 不过他今非昔比 至宝空间无恙 封进这片世界 拼什么命 帝女走来劝说 猎天毛愣了愣 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圣洁的女子 还有她持着的斩神剑 无限的汹涌起来 见光亿万重显照在她的精神石海 跟我走 未来或许你有希望成为我的配件 帝女想要炼制顺手的兵器 猎天毛的材质马马虎虎 倘若顺利打磨打磨 熔炼部分材料 让她战力倍增 让我沉浮 可笑 今日我落难于此 但你们妄想斩杀我 恐怕要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猎天毛怒吼 她乃是极致可怕的神毛 还要练制成配件 太羞辱她了 那就剁了吧 帝女转身离去 她现在只是缺少配件 否则岂能招揽猎天毛为她效力 第1140章传奇军天 什么 猎天毛怒不可遏 就简单招揽以下 她不答应就要杀掉 这都是些什么神经病 以无上至宝的傲气 岂能轻易服软 猎天毛也清楚无路可走 不过就这样服软了未来 岂不是沦为笑料 你太嚣张了 望着转身离去的帝女 24根神毛烈烈作响 吞吐恐怖的猎天秩序 大片空间呈现 炸毁 爆碎 帝女停在原地 帝子路悄无声息盛开了 苍茅浩大波动在背后显照 撞落遥不可及的旧宇宙投射在这里 恍惚间 帝女风采绝伦 晶莹机体荡漾出亿万众宝灰 影响了这片世界面貌 绝非猎天秩序可以比拟的 这是猎天毛自然认出来了 这是新年小龙黄显照出的绝学 没想到与她有关 甚至现在帝女力深的高度 比大能都要强硬 似臂逆珠式的真仙子 让她的情绪难免紧张起来 她不答应 直接拆掉给我们充能 还有熊大更适合化作配件给帝女你屈前 用不上这个外来户 熊大即不可耐 帝女 略天毛震动 前段时间神帝提起的帝子级选手 难道她就是 吞走烈天毛的底蕴 我可以化作无上至宝 红云飘然而来 葫芦嘴流淌日月乾坤之景象 距离破关不远了 烈天毛瞬间急眼了 接着要沦为养分成全这两个傻货 纵然她现在极致爆发 可以输死一搏 然而结局依旧不会改变 只不过死的有些尊严 可是自古辉煌的她 岂能甘心就这样没有了 这倒也是 只能这样了 帝女挥动斩神剑 要联合万道冰镇散 烈天毛的精神尸海 我答应 不要杀我 烈天毛心神发抖 瞬息间做出了无数决定 最终她选择了服软 以待时机或许还有逃走的希望 帝女强硬表示 自废九成的精神尸海 什么 让我自废 烈天毛怒急而狂 废掉了她还能活着 她认为帝女故意如此 欲要趁着她虚弱 将她的本源精华全部吞噬掉 成全雄大和红云 回炉重塑 你的至宝路需要重新开始 精神是还也需要完整重塑 帝女岂能让不安全的因素留在身边 当然她显得不耐烦 终究不是她亲自锻造的兵器 用起来肯定不顺手 收服烈天毛 也是过度这段时间 等待锻造成型趁手的兵器 烈天毛对她就意义不大了 当然 帝女也没有不尽人情 给了她三天时间考虑 烈天毛彻底沉默了 这都是些什么神经病 无上至宝还要重塑 难道她的牌面仅有这些 至于烈昆 今天没有舍得斩掉她 以夺天术抽走部分精神石海记忆 抹除三年来的一切经历 接着她将烈昆扔了出去 看到这一切的烈天毛沉默了 烈昆又一次被安排了 人黄不杀 只是想要留着她继续探索宝藏 至于人黄这位极致辉煌的雄主 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她一眼 相反金太郎徘徊在她身边唏嘘不已 烈天毛差点哭了 服软了原本以为能得到极高的待遇 结果都没把她当回事 紧接着今天登陆星河花 十二月星河花都可以理解为星河道府 对于雄大他们的帮助极高 毕竟储藏着大规模的神能物质 短期可以积累底蕴 今天可以预感 星河花要空掉了 万道兵需要积累 斩神剑需要恢复 这一株原本极致璀璨的星河花 因为一群极不可耐的大胃王 随着时间的流逝 开始渐渐虚弱了 这更是奇妙的旅途 君天的原神遨游在星河 与朱天星斗遥遥相对 壮若立身在巨人的肩膀上 观测星海 君天清晰感受到源自于大宇宙的规则变迁 朱天星系运动的玄奥 犹如对应肉身 可以探索人体奥义 宇宙是神秘的 以肉身贯通 感应 好似在观测封锁的肉身密码 倘若陆续凿穿 可以挖掘出更深的前置 然而探索的越深 感应越来越模糊了 宇宙是深邃的 遥不可及的 想要把握诸一系列的奥义 还了得 或许这就是修行之路吧 广袤无边 一层接着一层破开枷锁 犹如在挑战违规及前置的天花板 最终成为宇宙霸王 空 这一日 君天破关了 它的积累足够恐怖了 顺利成章打破关卡 动静有些骇人听闻了 朱天星斗旗刷刷焚烧起来了 海量宇宙本源呈现而出 四波澜壮阔的大宇宙 围绕着君天隆隆转动 从这一刻开始 君天的体现极致强硬 立身在星河叶子之上 覆首而立 抚养宇宙星海 光辉浩瀚 好恐怖的前置 烈天毛震撼了 这是在破关传奇 数日前 他观望金太郎破关已经相对于震动了 毕竟前置比新年的烈皇还要惊世 甚至他追随人皇才多久 原本他认为人皇极致逆天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帝女仅仅站在传奇 正在借助星河花 探索弟子路 传奇轰杀大能 他已经感到了匪夷所思 还有小琴琴 扶天雀 破关的过程中 动静并不逊色君天 时刻吞噬宇宙本源 疯狂充能 改造生命体 三位弟子 这是烈天毛的直觉 不由得选择了臣服 或许现在赶他走 他都不会走 毕竟他有心理安慰 要回炉重塑化作烈天剑了 能以全新的面貌冲刺 为规及道路 数百万年的孤独 什么辉煌与荣辱 岂能比得上 为规及至宝的道路 来了 帝女心有所感 感应到君天的弟子大杰 影响的这片世界 无限昏沉 他的原神腾月而起 化作一片流光 随着君天深入 一片片漩涡世界 共同历节 曾经他感应过 弟子路雷伐 但是因为旧宇宙对他的钟爱 未曾体验过生死险恶 这些大漩涡在宇宙法则的加持中 具现出了古老的禁忌物件 充满魔碎诸天万物的禁忌光泽 可以击沉地子路 以君天目前的积累 三十年的悟道 阵阵屁股发寒 很快低吼着展开激烈厮杀 猎天毛发呆 这是什么劫难 那些古老的漩涡 深邃无边 强横犹如人黄 渡劫的过程中 都遭遇了大灾大难 金太郎紧紧稍稍体验一二 原神险些炸毁 弟子雷伐对他的影响极大 疯疯癫癫的 精神要错乱 穷大和红云也跟着经历 对他们未来的道路 也有重大影响 其间 略天毛忍不住 和万道兵沟通 最终见射出一道精神意志 横渡到漩涡世界 他的情绪瞬息间惊骇了 认为在面临各类大老级的至宝 那些模糊的禁忌光辉 都要杀遍捕来众生 人黄都接连重创 每一关度过去都全身冒血 犹如与一位 接着一位弟子雪拼 这都是些什么人 略天毛沉默了 如此可怕的潜质 未来谁还能挡得住人黄 军天历尽险恶 凿穿大片源头 最终 他撕裂到传奇领域 全身神光暴涨 苍茫雨浩大 倾刻兼挤满了外太空 口 军天忍不住大吼 全身脉络化作宇宙脉络 伸碎了数十倍 诸天万物生灭间 更为真实了 深层次影响这片世界 甚至 他的弟子路未曾关闭 只不过向前延伸的道路 搭建的轮回石桥 消失了 简然还需要继续向前阔路 现在他全身宇宙法则猛烈澎湃 吞走滚滚宇宙法则物质 欲要接连打破境界 然而 军天沉默了 以他的积累 潜质 想要破关 困难重重 传奇壮大一个境界 体内的神力壮大一倍 以他的积累飙升一倍 这等大为王爵飞贫瘠的修行世界 可以满足的 怪不得地女不选择破关 这片世界对我而言已经贫瘠了 军天摇头苦笑 有种数十年都难以撕裂一个小境界的感觉 除非他掌握海量的宇宙精 奈何祖庭暗淡 无法强硬起来沉淀宇宙精 否则不会担心资源问题 而地女则是在等待祖庭康复 接着她重新积身在旧宇宙核心法则秩序 重修大能路关卡 传奇两重天 这是军天目前的境界 紧贴着小情情的雷伐如约而至 军天元神藤月 与帝女一块共同体验 她经意 与她的遭遇完全不同 小情情的雷伐 浩荡着古老的宇宙法则秩序 在镇压她的宇宙法则 帝女敏锐感知到了 小情情召唤而来的雷伐 另类特殊 与她的宇宙产生极致恐怖的对立 让她感到了离谱 宇宙与宇宙间的对立 赤去的宇宙 与现在的宇宙格局 是完全不同 帝女的情绪有些激动了 这正是她所需的 去探索其他的宇宙文明 等于双双融合 刺激得她更快成长 甚至 小情情背后呈现的无上脉络 可以理解为一片逝去的宇宙秩序道则 值得深究 今天与帝女相视一笑 接下来有事忙活了 探索天神山脉 研究一场格局 小情情几倍的秩序规则 师妹 日月双轮可以开启了 我已经期待许多年 快把事情办了吧 随着接连的浩劫远去 传奇层面的人皇做出最终的提醒 对于供修之路无比期待 口急什么 你都说了几百次了 帝女看了她一眼 神色不善 认为另有所图 优优独播剧场atable 优优独播剧场atable 感谢观看